原本繁华美丽的原顶程 在经历完寿潮的洗礼后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虽然依靠着我的战力 改变了原本的全面的模样 但依然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伤亡 归根结底的原因 其实还是武器装备上的问题 现役的量产新魂将上 仅仅只配置了长剑和十字母 作为主要攻击武器 这两样东西的威力可小而知 希望在我的构思下改装的机体 能在以后的战场上 尽量提高他们的生存几率吧 现在我构装出的这台炮机行为远世 是为了提高作战小队战斗的火力输出 而专门设计的 右肩上的这枚组炮 可以发射出威力巨大的火力炮机 将小队遭遇成群结队的凶兽时 一发火力炮机即可造成大范围AOE伤害 而左肩上的风拨炮 使用湖镜更加广泛 它可以一次性发射六枚穿甲弹 同时命中单个目标或者多个目标 而且炮弹在击中目标后 会牢牢刺入敌方身体上 然后由使用者远程控制 进行二次爆破作业 这样的话 以后小队遭遇重打凶兽 或者重装步兵时 也不愁没有破甲的手段 虽然这台机体 已经强化了魂力转化率 但魂力消耗量 还是比以前的机体更大 在作战小队中 只适合那些魂力充沛 和回复速度快的人士 在结束炮机型的测试后 我立刻换装到飞剑行为远世上 而这一款 就可以同时发射出 八枚用魂力控制的飞剑 单机就被武士 对多个目标进行触弹 不过这有一定操作能够 目前只能配置 给少数的精英队员去驾驶 而来到最后一款 是做机型上市 顾校长却说 这不就是盾牌加射击武器吗 对比起来 好像没有前两台这么出色 结果一旁的郭师傅就坐不住了 他连忙跟顾校长说 前两款的技术 确实比较震撼 虽然这一款技术 没有太大的革新 但它最优秀的地方 在于它的战术价值 而此时 我让顾校长给我设置一些 类似或斗种这样的高速移动靶 而且给我多设置一点 这样才能凸显出机体的特性 面对这些一比一仿真的全息投影 我直接把手中的大炮切换到散射模式 然后再打开近战防护壁垒 随着我手中的大炮 不断地吞吐着火舌 敌人的冲锋 瞬间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看到这一幕顾校长 终于明白了这种机体的战术价值 如果代替盾牌手 固执在战斗一线 那会是怎样的风景 虽然这三款机体多少还有点缺陷 不过也已经很接近我预期的想法 在解除购装后 我立刻让郭师傅近期回去带人多做一件事 随后 我让顾校长帮我一个忙 大约一个月后 我希望他能带着部分精英 驾驶着这些试作机 来南荒防线协助我作战 具体原因我暂时不能明说 但还是告诉了 他我有准确消息 一个月后那边很出大务 而且我现在就要赶回宋家做做准备 需要的时候 我会提前联系他的 听完我这么说 顾校长对我的怀疑又再次加上了不少 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 再次遇见了前世 让我极度愧疚的小女孩 难道这是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因为刚刚我离开南州纪武院时 打了个电话给红氏商会 目的是让他们给我去采购修炼用的药材 其次是让他们帮我安排一趟最近的空艇回家 结果在我刚来到远顶城空港时 突然发现前台处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 结果就在他转过来的瞬间 我就回想起这个小女孩了 前世她给我的记忆实在是太沉重了 上一世受潮爆发之后 远顶城全军覆没 那时候还是一个废物的我 只能跟着难民流逃出了远顶城 结果路上几次遭遇凶兽袭击 导致难民队伍被迫一路向南 走进了死亡沙漠 当时大家都以为在沙漠 就不会遇到凶兽了 所以中途 我们在一处绿洲停下来休整 那时候万念俱灰的我 正在一处空地上发着呆 然后这位小女孩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她看见了我手上的那枚机甲魂服 所以她很好奇地问 我是不是新魂师 结果不等我回答的 她就拿起了手中的包子说 要请我吃 因为她认为我吃饱了 就能有力气保护同行的难民了 虽然我也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 但每当我想起自己 是一个只能战斗三分钟的垃圾时 我就没有了进食的欲望 况且这样的情况 还是让她留着珍贵的食物 和家人一起吃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 我俩的身体却都很诚实 下一秒我们俩 就一人捧着半个包子吃了起来 结果在吃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问我是不是 机舞院的学生 因为她姐姐也是穿中我一样的校服 而且她姐姐是三年级的学生 之前为了让难民逃出城市 她姐姐跟老师都加入到了 抵挡凶兽的战斗 当我听到这一句话时就意识到 她姐姐可能已经戏胜了 因为在我逃出来之前 战局已经是一边倒的情况了 估计她姐姐也 可能是我刚刚的表情 让这个小女孩意识到了什么 转眼就见到她满眼泪珠的样子 但此刻 她却表现出了这个年龄 不该有点坚强 只见她一脸泪痕地跟我说 她以后要成为和她父亲一样的机攻士 而且要制作出比威远 是更强的新魂匠 势必要将凶兽统统消灭 然后她就开始蹲促 我赶紧把包子吃了 这样才有力气去保护她 还说这半个包子 是她给我的聘用 以后要我做她的专属测试新魂试 然后一脸天真的让我和她拉钩改造 看着她那天真无邪的笑脸 让我这暗淡无光的生活 恢复了一丝色彩 结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次跟她的对话 居然就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沙漠中虽然没有文明 不至于招来猎坊 但在这沙漠底下 却沉睡着以前沉寂下来的凶兽 虽然我已经及时构装出 机甲抵御者凶兽的冲击 但意外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在我成功地打败这头无功凶兽后 发现了脚边竟然出现了一只熟悉的手臂 不如其来的发现 让我战斗胜利的喜悦瞬间消失了 我不能跟学院的同学老师出生入死就算了 没想到就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样我还当什么新婚师啊 大家知道 手握着至尊666金卡的感觉是有多爽吗 一张小卡片 就让前台这俩服务员手忙脚乱了起来 前世没能保护好的小女孩 金氏先从带你装备开始 刚刚他们一家还被服务员拦在了登机口庭 原因是他的父亲汤金水刚从泰旋重工离职 导致他失去了技术人员及家属优先的特权 现在因为战后空港还处于官方管制期 他们一家只能搭乘下周的空体离开原地城 见状他的妻子沈黛立马上前阻止丈夫在前台大吵大怀 而此时他的侄女沈若薇也上前询问是否 可以用自己纪武院新婚师的身份在亲属登床 结果得到的答复却是 根据规定比他的身份只能自己一个人允许 而不允许其携带家属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示 我在他们后面突然出现 并且说用我的身份带他们进去走 可以吧 服务员小姐姐听到我的话后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从口袋中掏出了红氏商会授予的至尊 666勃金会员卡表明了身份 能拥有这种卡的人须值可数 他们也是瞬间知道了我的身份 立刻手忙脚乱地招呼我上船 并表示红掌柜已经在船上等候我的到来 对此我也没有做过多回忆 直接静止地走向登船通道 而他们一家却被刚刚的一幕吓到 沈黛还询问他老公是否和我认识 文言他老公却说 就算是他们泰旋中工的鸡工掌 都没资格拥有的不是商会之尊卡 他这种普通人又怎么可能认识像我这种大人 结果在一旁的沈若薇 却开口说他知道 因为我跟他都是纪武院的学生 而且他还记得我在寿潮爆发时 亲手救过他 如果在飞机上的空姐都这副打扮 你们一天能做多少的来回呢 刚刚在服务员的引导下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子一号包仓里 而帮我订票的红掌柜 也早早地在此等候着我的到来 对此我也给沈若薇一家介绍了一下红掌柜 随后我就单独跟着他去包仓内的套房里聊点事情 别看红掌柜一脸和蔼的样子 其实也是一个老狐狸 之前把我给他的五级丹药献给了上房后 现在他已经被提拔成了南州分行总掌柜 为了抱紧我的大土 他肯定得用最高礼仪来接待了 在这个套房里可以隔绝一切的声音和魂力扩散 这样我就可以趁旅途的空隙练习丹药以来 在帮我安排好一切之后 红掌柜就准备下船离开 而接替他的是一位穿着女服装的妖族服务员 然后非常有礼貌的来到我面前询问我们需要点什么服务 谢谢大家